我是个人训练生刘俊 青春制作人 给我力量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面具侠 今天小编会为大家来介绍 青女三的训练生刘俊 小编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到他 并且也非常的欣赏他 他在青女三的节目展现超高的舞蹈能力 但是为人却非常的低调 接着让你们更加了解 这位居称是爱惜意请来的免费导师 柳君的名字其实不叫柳君 而是叫做柳君盈 他曾在节目中分享父母称他为阿盈 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深美兰州的芙蓉 他同时是编舞师 舞者 歌手 韩国One Million Dance Studio 最年轻的编舞导师 也是首位活跃导师 1997年出生的柳君 从小就非常喜欢对着镜子或者电视机面前跳舞 发掘了自己喜爱舞者的身份 他曾自爆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 但父母依然坚持让他学舞蹈 而他当时能做的就只有在学校拼命念书 毕业时以模范生和最佳男运动员两个奖 作为回报父母亲 他7岁开始学武术和舞蹈 中学时期曾代表国家青少年参加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 并获得长圈银牌 有俊中学毕业后前往韩国留学 念表演系 2016年加入舞蹈工作室 One Million Dance Studio 从学员开始慢慢升级为导师 并签下维系五年的合约 擅长Urban Dancing的街舞 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 他很想前往娱乐圈发展 但在马来西亚却没什么机会 市场也不是很成熟 所以就决定去韩国念书闯一闯 刚好朋友留意到常常为明星编舞的One Million Dance Studio 建议一起去学舞蹈 在那边他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编舞 他留学生活其实过得挺艰辛的 因为当地的生活费很高 他省吃减用 一顿饭分早晚两时吃 那时候早上在学校上课 下午回家睡觉 晚上再去One Million Dance Studio上课练习 半夜再留下来跟老师们一起拍舞 到早上五六点才搭地铁去学校 当时One Million接着陆寒的编舞工作 有份参与的他趁着空挡练习 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那时候是冬天很冷 地上又活 鞋子没花纹的他 却舍不得唤醒的 真的过得很苦很累 还有点委屈 但为了梦想他都忍下来了 如今想起那段艰辛苦熬的过程 他形容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幸运是靠努力换来的 不过现在都撑过去了 回想那段日子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 换做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幸好当时的他努力撑过来的 如今才有那么多人认识到 这么实力强大又可爱的柳俊老师 而他的首支教课编的舞蹈师 他影片上传到YouTube后 至今吸引超过500万人收看 而另一首由他教课编务的是 这首在YouTube上更创下高达1000万的流量热度 除了这两首他还有许多的作品 他的教课舞蹈当然不止这些哦 太多了就不一一介绍了 后来柳俊前往中国大陆发展 在2018年3月参加首个中国街舞节目 热血街舞团成为陈伟婷送倩站队的学员 并打开知名度 在2018年7月参加一起的中国营业节目 《欢乐之城》 担任周笔昌的助演嘉宾 2018年12月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在前附争演唱的歌曲 爱了很久的朋友表演担任舞者 带来自己的编舞表演 2019年7月以飞行导师身份受邀参演森林之王2 负责三期节目的开场舞蹈 2019年9月 与陆人组成街舞团风暴联盟参加中国舞蹈节目 舞蹈风暴第一季并成功进入了16强 2020年6月 与特训导师参演男团选秀节目《少年之名》 担任学员们的舞蹈教练 且担任该节目的舞蹈总监 2020年7月 参加超新星运动会的武术项目 展现了空飞脚接测空翻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 获得了男子武术的银牌 柳俊也是韩国男团God7 Lullaby的舞蹈监制 也为易阳千玺的歌曲脉步编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编突然想起 《新春有你3》出品集时 有一组训练生带来了9%的一起跳舞吧 结果眼前的网友们在歌曲介绍一栏 发现原来这首歌的编舞竟然就是刘俊 而刘俊当时坐在台下观看 可惜镜头没有给到他 真想知道他当时的反应会是如何呢 其实柳俊也时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编舞 和其他歌曲的翻跳或者是自创编舞 之前他被采访时问到 这几年在海外的表现取得亮眼成绩 但他在大马的知名度似乎不高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大马人 他不禁的自我调侃道 我之前在韩国和中国的时间比较多 每次回来都是陪伴家人和休息为主 现在也没有大马节目找过我 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哈哈 是否会觉得可惜呢 他却乐道的说一点点 但我觉得让大家认识我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而今年2021年 爱奇艺这档《青春有你3》综艺节目开播后 已经慢慢的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刘俊 并且知道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你们是否知道呢 小编过后可能会制作一个视频 来和大家介绍刘俊在《青春有你3》的表现 小故事和有趣的画面 爱意读你的眼泪 刚才都翘出眼泪了 一口拉摇摇 这还是很开心 如果想看的话记得留守面具小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